肾脏病患者饮食方面要多加留心 这误吃羊桃也有可能会导致神经中毒甚至送命 台中一名妇人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患有肾脏病 吃了一颗羊桃之后感到了恶心呕吐 索性经过了医师的诊疗之后才捡回了一命 小小一片羊桃滋味酸酸甜甜是不少民众的消暑生品 但台中就有一名妇人因为不知道自己有肾脏病 吃了朋友赠送的羊桃之后出现恶心呕吐 个性原本内向也变得异常焦躁 就医才发现是羊桃导致神经中毒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 他就是在大概病发前两天就是吃了一整颗 那所以就是第一天是肠胃不舒服 以为是肠胃炎 那第二天就是出现家属觉得他的那个 睡不着精神比较烦躁 也不觉得有很大的特别 只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看病人 总觉得说他的这个烦躁程度异于平常 医师表示由于羊桃含有一种罕见的神经毒素 腎功能不好的人无法正常代谢 吃了轻症的打嗝恶心呕吐 要是毒素传到脑部 严重出现癫痫精神异常 甚至在短时间突然猝死 它是很特殊的一个神经毒 所以它就是直接到脑部的那个神经去破坏 那一般来讲的话 到了中重度的话 我们会采取所谓的那个洗肾的方式 从血液中去把它做一个清除 那就是赶快逆转它的症状这样子 根据统计台湾约有200万人有慢性肾脏病 近9成的民众复制到自己有肾脏疾病 因此每年都有务实羊桃的案例 医师也提醒 若是身体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最好尽快就医检查 避免延误治疗黄金期 这就是武汉台中采访报道